歡迎來到 Digitize 活動之期現場 我是 IC 之音的節目主持人 瑤瑤 瑤嘉洋 今天要跟 Digitize 的重視讀者們 一起來到 NSP 台北 2023 的 Technology Forum 我想大家都知道 NSP 是我們非常熟悉的 N 字谷半導體 那它是一家歐洲的 IDM 公司 其實在台灣也經營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今年的重點主要會聚焦在創新技術 智慧工廠 智慧汽車 還有智慧生活等各項領域 那它到底有多麼的智慧呢 來 我們帶各位去敲敲 Let's go 隨著台灣自通性產業的轉型 N 字谷 憑藉在汽車領域 完整的產品組合和系統接的解決方案 與越來越多的客戶 加深了交流 不斷地協助客戶 推進在汽車領域的創新發展 今天,我們的 room is filled 我們 went from 500 plus to 800 attendees today 我們 went from 16 different technical sessions to 25 and we increased the demos from 14 to 20 所以我很興奮讓你們看到 學習 學習 和聚焦在一起 很多的東西 我們所創造的東西 以允許在2023年 好的,在帶大家看探位之前 我們先邀請我們恩智浦台灣區的業務總經理 Elton 來跟我們介紹今天的論壇的一些重點 2023年 恩智浦台北科系論壇 主題一如既往 我們非常強調三個技術 跟三個應用 第一個 智慧移動 智慧建築 跟智慧工業 是我們的主題跟重點 今天呢 我們展出非常非常多成熟 而且也是非常讓人雀躍的一些產品 尤其在現場 我們還有一台汽車 是已經即將要量產 跟我們的客戶一塊合作的 這在在地說明恩智浦在這些技術上面來講的話 已經落實 也移轉到了台灣 跟台灣所有的朋友們 一塊來分享這些世界先進的技術 在這些技術成熟的背後呢 其實有兩大很重要的一個 英文叫Cyber Security 一個叫Function Safety 功能安全跟資訊安全 這是我們的主題跟重點 在我們所有的產品裡面 都已經涵蓋了這兩個最重要 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一些功能 台灣在未來的智慧汽車 或者是所謂的電動車 絕對會佔有一席之地 我們非常看重本地的市場 OK 好 那我們今天就非常謝謝 我們今天就非常非常高興能夠邀請到恩智浦的全球銷售執行副總裁 羅馬拼勞來跟我們講幾句話 我們的目標是讓電動車的機動機 讓世界更安全 更安全 更安全 我們可以影響人們的生活 非常正確 我們可以更加健康的健康 我們可以更加健康的健康 我們可以有更加健康的影響 我們可以有更加健康的影響 我們可以在生產生產生產 我們可以在生產生產 我們可以在生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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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在生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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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在生產生產生產 然後把他們更加健康的發展 接下來我們要聊的是關於智安的議題 那我想各位也都知道 其實最近的AI的議題其實非常非常的活熱 然後再加上AIo-T的器材的增加 其實都會增加關於智安的一些風險 其實恩智浦其實是一家全球的智安晶片大廠 那我們今天其實非常高興能夠邀請到MOLI 来跟我们聊聊欢迎自然的意图 所以NXP has a security in their DNA not only we provide the security enablement across all the silicon and the solution platforms but the platforms like secure element, secure boot, secure enclave those are the technologies we have embedded in our offering which provides a highest level of security across all our offering on top of that we also provide edge lock to go framework which provides end-to-end framework for all our customers to deploy the AIIT devices securely into the world provision it, configure it, manage it that also includes the secure keys provisioning as well so as I said security is great in NXP's deliverable platform offering and then we intend to continue to expand and provide more more and more as we learn more thank you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带各位聊聊车用电子的部分 那我想各位也都知道车用电子在台湾 其实是一个非常火红的话题 那我们最近也留意到 其实台湾的自通讯产业 其实对于车用电子的一个发展 其实也非常非常的积极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特别也邀请到 NXP的全球资深副总裁 瑞来跟我们聊聊关于车用电子的部分 它是非常有趣的在台湾现在 我已经来到几个年纪的几个年纪 我已经来到几个年纪的几个年纪 但当时市场改变了 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到了很多机会 我们看到了很多机会 我们在台湾上开始了 我们看到了很多工人 我们在台湾上看到了很多人 听到这些车用电子的语言 我们看到了很多工人 提及到新软件 新软件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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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 在这种软件的软件 我们很期待 所以我们很期待 再来到台湾 新软件 新软件的软件 在这种软件 新软件的软件 今年N智谱的一个摊位重点之一呢 其实就是找了代理商演算法 还有像是模组的厂商一起来参加这次的活动 那所以其实基本上的N智谱 也把台湾所有的供应链几乎都也串载在一起 那其中其实有四家特别的重要 其中一家其实是方案供应商N4 它是一家可以把N智谱的晶片 还有Sepati的一些晶片供应商都成一个模组 然后再搭配自家的软体提供给客户 那炎华的重点是将N智谱的AIDA MX-9处理器 整合在所谓的OSM的module里面 那海华的部分是会将N智谱的一些无线的一些晶片 也是整合在一些像是IoT 就是所谓的工业物联网 或者是像是一些Wi-Fi的module里面去做一些处理 那最后呢其实是AutoSys 它是一家演算法的一家公司 那它其实也可以跟N智谱的AIDA MX-9处理器 去做一些搭配 然后去满足一些客户 不论是在所谓的Surround View 或是在一些安全监控部分的一些应用 其实都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挥 好我们今天除了有访问到一些N智谱的一些高阶主管之外呢 我们今天也特别的访问到一些关于有参加N智谱活动的一些现场的一些听众 那我们今天有特别邀请到就是来自于乐高的Jonathan 请他分享一些他看到的一些现场的一些感受 我想N智谱这次办这个活动 它现在已经算是第二年 那我觉得它今年的参展的厂商跟台湾整个Ecosystem配合的蛮好的 这一次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不是只有恩智谱自己 他们也蛮强调他的Solution上的Selling 恩智谱在这次给我一个最大的感觉 就是One Stop Shopping 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其实要访问的是延华的Nason 我们也请他来聊聊 关于今年他参加的恩智谱活动 他的一些想法跟他的一些心得是什么 透过这次活动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 我们不只跟恩智谱有深刻的交流之外呢 也跟很多产业的先进 一起来探讨目前产业中遇到的一些挑战跟趋势 那透过这次平台的交流呢 也让我们把接下的产品能更深化 真正实际落地在各式各样的产业当中 那我也想透过这机会 感谢这次Tech Day的主办单位恩智谱 提供会这么好的平台 那我相信透过这次交谈 以及我们明年的一个深入的合作 能够给各位带来更多各式各样的产品 让各式各样的AI之物联网的产品 能够实际落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谢谢 今天恩智谱的整个论坛呢 一路这样子进行到下来 其实也差不多要到一个尾声 那我们再度邀请到我们Alton来跟我们聊聊 就是说今年整个恩智谱的论坛 他到底想要透露些什么样的讯息 给我们的整个台湾的整个自动讯产业 在恩智谱台北的智慧论坛里面 我相信今天大家都已经看到了NSP 在Industrial 在Automotive上面的一些产品 跟我们的一些想法 我相信呢 这是在未来十年 我们大家都一定会去做一些 Focus的项目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在过去三十年 我们先从电脑桌上电脑 然后再从这个Laptop 就是个人电脑 然后再走到了手机 对 那未来的十年就是所谓的智慧装置 这个智慧装置也包含了汽车 这都是NSP在未来一定都会Focus的 也希望大家跟着NSP NSP也会跟着大家 一起往这个方向来迈进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Alton的时间 好的我们今天一整天下来呢 我们看到了很多恩智谱的创新技术 包含了智慧汽车 智慧工厂 智慧生活 还有很多边缘运算 相关的一些技术的内容 那我们今天也看到了 恩智谱串联的厂商 一起来参与这次盛大的一个活动 总参与的人数超过1000人以上 那如果各位想要看到 更多的一些活动讯息的话 欢迎关注我们Digitize的一个频道 Digitize活动直集 我们下次见 拜拜